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吴石江。 今天我跟大家演示如何解决润滑油过量充足的问题。 在我们的锅扫机里面,如果是润滑油充的太多, 通常我们可以看见两个问题。 第一个就是说,我们在发动机启动的时候, 尾气排出来以后,我们可以看见不同的颜色, 而且颜色非常深。 最常见的是先排黑烟,然后排蓝烟, 或者是说还要排白烟,有的时候甚至是交替进行。 如果我们加的润滑油确实过量太多的话, 甚至造成我们的发动机根本就无法启动。 对于过量充足,我们主要要解决问题, 是把气缸里面的油排出来, 这个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 汽油大家都知道有很强的燃烧性,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室外的, 相对于空旷或者通风的地方。 我主要想利用我的锅炒机, 跟大家一步步的说明情况, 我们应该怎么做,分布, 跟大家介绍,总共有10个步骤, 那么从1到10。 锅炒机里面的油并没有过量充足, 所以大家看不见过量充足以后, 烟雾比较大的情况。 好,现在我就把镜头放低点跟大家演示。 我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, 如果是加油过量, 可以看出来究竟超标超过了多少。 首先要把火花塞划掉。 我们第一步要把锅炒机里面的润化油全部排空, 把锅炒机这样裙倒过来, 然后拿个容器在这裙倒过来,这是一种方法。 我以前曾经做过一些视频, 就是用这样一个冷水杯或几个塑料管, 可以很简单把润化油从润化油箱里面排出来,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些视频。 就把润化油、油箱里面的油全部排干净。 这是第一步。 第二步我们做什么呢? 第二步我们把空气过滤器取出来。 这个是空气过滤器。 因为油加的太多的话,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 空气过滤器上面有很多油, 甚至会滴到下面来。 把空气过滤器取下来, 拿到旁边。 第三步我们要做什么呢? 在这个发动机的旁边, 电一系这个抹布。 因为到时候有很多油会出来。 火花在下面这样的位置。 还拿这个排气口。 这个消音器下面的位置。 空气过滤器的下面。 火花塞呢, 我们通常用个套筒板鼠。 现在这个第四步是取下火花塞。 好,先把这个火花塞放到旁边。 现在我们要进行第五步。 也就是说最关键的一步。 这一步做什么呢? 就是说像启动发动机一样的。 拉这个拉伸。 就这样拉。 就这样拉。 然后放下。 这样拉。 这个拉的过程呢, 你可以发现, 由于这个发动机里面油太多。 这个会从这个, 安装火花塞这个口里面。 这个排气口, 以及这个消音器的下面呢, 会蘸出来很多油。 拉多少次呢? 一般说, 会拉十次以上, 甚至更多次数。 拉到什么时候为止呢? 拉到你发现这个从, 火花塞的这个口, 排气口的口, 没有再排出来油了。 这个时候呢, 就可以了。 这一步呢, 是最重要的过程。 第六步是什么呢? 第六步是这个, 把火花塞重新安回去。 一般说, 由于这个油的过量充足, 在这个火花塞的这个尖头的地方, 表面呢, 会有很多油, 并且呢, 会形成很多这个碳黑。 这个时候呢, 我们一定要先用这个抹布, 把这个表面的油擦干净。 然后, 再把这个表面的碳黑擦干净。 干净以后呢, 我们就这个安装回去了。 第七步呢, 是把这个空气过滤器擦回去。 如果这表面有的脏的东西, 趁这个机会呢, 要把它清理干净。 第八步, 我们就做什么呢? 冲住新的这个润滑油。 我这个标签上面呢, 有两个孔。 那么就是说, 下面这个孔呢, 是最低位, 上面这个孔呢, 是最高位。 所以呢, 你冲住这个油呢, 就要介于这个, 两个孔之间。 再不能冲住太多。 当然, 也不能冲住太少。 如果汽油箱里面没有汽油呢, 我们这个时候呢, 要这个加住这个汽油的。 第九步呢, 就是说是, 把我们这个火花塞, 插回去。 按这个Primer, 我们就准备启动。 启动的时候, 排烟会非常的黑, 颜色照压非常重。 这个时候呢, 刚开始这个黑烟或者白烟呢, 是什么原因呢? 就是说, 残留在这个发动机气缸里面的这个润滑油, 还没有这个排干净。 这个时候呢, 它通过燃烧过程, 通过烟雾出来了。 这个时候呢, 它稍微有定的烟呢, 我们就让它去。 这样就是说, 空转。 转多长时间呢? 让它转五到十分钟。 如果这个机器空转, 十分钟以后, 这个烟雾呢, 刚开始很重, 后来慢慢慢慢就没有了。 这个是正常, 证明发动机里面的润滑油呢, 这个燃烧已经干净了。 如果这个十分钟以后, 这个排烟呢, 照样是非常黑的。 这个时候呢, 我们要重复刚才的第一步, 到现在的这个第十步。 我相信呢, 最多重复两次呢, 这个里面是能拉干净的。 好, 朋友们, 这就是我跟大家建议的解决, 润滑油过量充足的步骤和方法。 如果你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和看法, 欢迎你在下方给我们留言。 好, 谢谢你的观看, 我们下次见。